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低頭先做一個託告 親愛主耶穌就一次多謝你 給我們溫暖 給我們尚好的環境 接受你自己華裕的裝備 你給我們穩定 你給香港的教會 是經歷在這個世界上無數地方享受不到的 那種好、那種福、那種因 我們獻上感恩 幫助我們今天從你的話語裡繼續有領受 特別讓我們有提醒 在一個得天獨口的環境下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什麼 帶領我們下面的時間 讓講的和聽的 一切是因為你的說話得到激勵 奉靠耶穌基督的命求 Amen 這次上上片的時候 主要去探望一些十幾年前的大順主 培育他們、培訓他們 在上面來建立教會 一些的頂姊妹 因為都有幾年的時間 沒有見 因為這樣 這次上去的時間 我也希望能夠更多了解他們的需要 另一方面也都在他們當中 給他們一些的問題解答 在牧會裡面的問題 能夠幫到他們去解決 另外也都是有一些的教導 來教導他們在主的話語裡面 繼續來去裝備他們自己 最近有一位炒股的股民很沮喪 他說因為太累 看漏了十五分鐘 結果就沒有了二十幾萬 就是有點顛簇 那些顛簇 接著有一個弟兄 在幾個月前跟我說 五分鐘而已 不知不覺就沒有了個荷包 就是排隊過關的時候 就是排隊過關的時候 拿那個回鄉證出來 然後拿回鄉證拿著手上 放回那個荷包進去袋子裡 然後接著就過關 過了關之後 就準備拿回那個荷包出來 進回回鄉證進去的荷包 結果就沒有了荷包 短短五分鐘內 我今天在上面的時候 這幾天都看見 到處都有一些叫做溫馨的提示 大家知不知這個溫馨的提示是什麼 小心你個人的財物 防止小偷 這個是上面經常不斷提醒的 或者我們在這裡都應該 溫馨的提示大家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這些座位 久不久都會有些錢包放在這裡 這個是應該你自己的責任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留意 你自己都要小心 但是我絕對相信 恩福應該給那些機場 比羅湖或者那些地方應該好一點 但是這個都是我們的責任 損失前財其實是事小 但是吳警醒沉睡帶來其他的損失 是可能更加的嚴重 Kristian Harrell 是曾經引用過有些人做一個實驗 就是將兩隻差不多各自都有一磅重的牛蛙 用來做實驗 他們捉了一隻牛蛙 把牛蛙放在那個差不多滾滾的煲上面 然後蓋上 сюда 另一隻的牛蛙他就放在凍水上 壓著蓋上 然後慢慢煲 看看結果是如何的 能夠�知 結果那隻放在燃水動的那隻牛蛙 一放进去剛才蓋了進去 很快两秒之内 那个盖就飞了出来 弹了出来 而那只牛蛙就跳了出来 周围疯了 周围跳 然后实验室的人 用了很长时间 才将那只牛蛙捉回 捉回出来的时候 这个皮已经白了 有些皮已经熟了 但那只牛蛙仍然跳到很高 周围乱地走 没死头 就是这样跳了出来 这个是第一种 你将它放在一个 很明显的试验里面 它会反弹 而且弹得很厉害 整个煲盖都会弹出去 但是另一只牛蛙 放在冻水里 就慢慢煲它的时候 煲了十几分钟 水都差不多滚了 二十分钟差不多滚了 没有反应的 那些小牧师的人 就揭了一个煲 拿一支粥来摇一下它 你看到那只牛蛙仍然趴在下面 不过前面的手就伸长一点 后面的脚也伸长一点 扔开这样 结果用它支粥 撩一撩的时间 反肚了 原来已经死了 死了也不知道 但是青蛙是凉血的动物 它的体温是随着外面的体温 是有改变的 但是有时候 当这个改变是慢 逐步逐步来的时候 它可能会失去知觉 睡着睡着就死了也不知道 同样在今天我发觉到 不仅是青蛙是这样 牛蛙是这样 人都可能是这样的 人很多时候在不知不觉的当中 不警醒的当中 我们的灵 特别是死了可能都不知道 亲爱的女人姐妹 我们今天特别要看一间教会 这间教会是叫做撒迪教会 撒迪是希腊文 原意就是逃脱出来 有些解经间就将这个撒迪教会 是比喻成为马丁路德改革的时候 是由16世纪一直到17世纪 这段时间宗教改革期间 那个宗教运动 针对这段时间的教会时期来说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从一个沉睡的天主教 是一个再扮偶像 再献祭的天主教 是再一次已经去到迷信的天主教里面 逃脱出来 逃脱出来之后 重新归回到圣经当中 恩信称义 唯独圣经 唯独恩典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们就说这段的时期 是针对那个时间 这些逃脱出来的宗教改革家 来说 不过我相信 这段的圣经 不仅仅是针对那个时间 虽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我也相信 因为圣经里面说到 犯有义的就应当听 所以我相信 这个圣经是特别针对当时 实实实在在的撒迪教会来说 而第二件事 亦都是针对所有的教会 凡亲是和撒迪教会的 我们一起读一读这段的圣经 你要写信 吸杀敌教会的使者 说 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 岸明你是活的 其实你是死的 你要警醒 坚固那圣下将要衰微的 因为我见你的行为 在我神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所以要回想 你是怎样领受 怎样听见的 又要遵守 并要悔改 若不警醒 我必临到你那里 如同责一阳 我几时临到 你亦决不能知道 然而再杀的 你还有几名 是未曾污蔑自己衣服的 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凡得性的 必要这样穿白衣 我必不从生命策上 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 和我父众事者面前 认他的名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已的 就应当停 在这个圣经当中 首先给我们去看一看一个沉睡的城市 这个城市叫做沙迪 它是一个沉睡在恩典里面 最下的城市 本来它自己本身 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城市 它是建于一个山顶上 三面标 三面懸崖峭壁 很多强敌攻打它的时候 是只能从一个地方 就是一个很斜的斜坡 来攻打它 当我看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我不如同在我的脑里面出现 麦沙特 以色列的其中一个驻防城 这个驻防城是犹太人抵抗罗马的时候 是有大概一千二百多人 是一百二十几人 就走了去这个当时 在一个希律的其中一个皇宫的上面 去这个皇宫只有一百二十人 但是竟然是花了三个月 罗马兵都不能够将它攻占 是直到后来 他们是建了一个很高很高的那些云梯 是同住那个斜坡差不多这么高的 一路推迈去的时候 是因为这个地方 已经开始缺水缺粮 而且一百二十人 就夜不眠不休 他们连精神都不够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才被他们攻陷 但是为什么一百二十人 能够守这个山顶守这么久呢 主要就好像这个沙迪一样 到处都是懸崖峭壁 是只有一面是一个斜坡 那些人要攻打它 只能够从这个斜坡 在一个地方一级这样上去 但是上面守城的人是很容易守的 他们看着下面那个地方 有那些敌人来侵佔他们的时候 来打的时间 它很简单的 就在上面呢 就是柱了那些的大石 圆滚滚的大石 一见到那些军队开始来攻城的时间 它等他们走到半山 就推那些石下去 然后就连人 大马大兵大乘 大车 全部就被那些石来滚死了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能够攻得到它 杀定 公元前的六世纪 是一个非常稳固强大的城镬 但是很可惜 去到公元前的五百四十年 波斯王古列萨拉斯 是没有经过流血的战争 是只不过是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就将整个城市霸占了 为什么呢 因为波斯王看到那个地的形势 了解这个城国各方面的问题之后 它不会从正面 正面就是摆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是一个大军在这里 但是它从头到尾不从正面 后来就甚至切了军 所以整个人看见波斯王都切军 他就以为他知难而退 不会打的了 想都没想到 就是当他们一切军的时候 就在第二晚 就派了几十人 就在最凶最凶的山壁那个地方 游城上去 用各种不同的器具 在最精壮精锐爬山的部队 爬峭壁的部队 带着他们的武器 趁着夜就在那边爬上去 经过一晚的时间 差不多临天光前 他们已经进到城里面 甚至已经杀了首位 直接进到皇宫 是捉住了皇帝 俘虏了他 是因为俘虏了皇帝 所以整个国家 这个城国根本就不需要打仗 就投降了 虽然他亡国了 而且他得到一个很好的待遇 波斯王再一次给他 是有他的自由 而且是将他发展成为一个 当时纺织染布艺术的中心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这个城 虽然是亡国国 他没有学到一点点的功课 仍然疏于防卫 再过了200年左右 希腊 这个将军 安提柏 又好像古列王一样 用回同样的方法 有一个最超最超的地方 仍然用回几十个 最精壮最精壮的精英 爬山的精英 就在晚上的时间 又爬上去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这个城又再一次的失陷 仍然是晚上失陷 杀敌人在睡梦中 上面就发生了一件事 那些火开始着火 然后上面就乱 一乱的时间就开始下面那里 门户大开 那些军队就在那里迷了 接着他就投降 很快就投降 杀敌人两次的失陷 都是因为沉睡 但是经过两次的失陷之后 这个强大的帝国 从那时候开始一决不振 成为别国的老物 为什么 是因为不警醒沉睡 很可惜的 就是这个城市虽然屡次经过这个亡国 但是它仍然都是受到很多优待的地方 优厚的待遇 罗马帝国 忘了它之后 后来用了大量的金钱 将这个城市再一次来到建 建成一个艺术的中心地 而且是给它有五年的时间免税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这个城市就继续不断地继续躺下去 城市是这样 教会是怎样的呢 原来教会都是一样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圣经第一到第二节 我们一起读 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 他说 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船 我知道你的行为 安明你是活的 其实你是死的 你要警醒 坚固那盛下将要衰微的 因为我见你的行为 在我神的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这个教会可以说 是这么多间教会当中 是得到恩典最多的教会 一方面他没有受到 任何外来的迫迫 好像是美娜的教会一样 第二方面他也没有遇到 里面产生的异端的骚扰 好像伊弗所 别加摩和推瓦推拉的教会 这间教会得天独厚 但另一方面我们却是看见 这间教会是在恩典里面 最多的教会 亦都是七间教会当中 是被主责备得最严厉的教会 从来没有一间教会 神是要用这么严厉的说话 你安明是活 但是其实是死的 来去责备 这个是唯一的 但到底 神对他们的责备 是基于什么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得见 基于神是有七灵和有七星 是什么意思呢 七灵就是 是全备的灵 七灵就是七眼 七眼就是变偏擦全地的 是无所不知的灵 七星就是他掌管着 每一间教会的使者 教会里面发生任何的事 每一个教会的第一次 在做的事 在想的事 他们的优先罪是怎样 他们发梦的时候 发的什么是梦 这个神 他都是完全知道了 是掌握着他们 就是因为基于他的全知 无所不知 所以他就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安明是活 其实是死 什么叫做安明是活 其实是死呢 就是说他 他套有教会之名 但是无教会之实 所以说这样的缘故 去到的时间 这个教会是什么呢 是一个社团 这个教会是什么呢 是一个交際的场所 教会里面的人 但是呢 是挂名的信徒 如果大家有机会 去到欧洲 德国 瑞典 挪威 很多不同的地方 今天绝大部分 这些教会 你可以说 都是类似 安明是活 其实是死的 当他参观 很多的教会的时候 他们都将他们的牧师 创办人 是一代一代的大相 就整在那个礼堂 那个墙壁的上面 第一日 牧师几年到几年 第二日 牧师几年到几年 大相都在那里 你去到他当中 一个坐成千多人的教堂 聚会的人 可能只有几十人 而这几十人 都是一些老人家 或者一些小孩子 而第二呢 很多很多的地方 已经是用了其他的用途 举个例 大部分这些的教会 他们的 我们叫他们做 Fellowship Hall 或者那些叫友谊厅 团契厅 他们是要来 租给人去吃的 有很多的咖啡 已经搬到一个地方 食肆搬到一个地方 要来开始买东西 另外呢 很多的地方 就索性改了 做一个叫做礼品商店 就是介绍那个城市 以前一路以来 各方面的东西 完全跟教会无关的 这次当我们去到的时间 我也都去参观过 有一些教会教堂 这个教堂是一些天主教的教堂 前面那里就写着 茶艺 然后茶室 原来这个教堂的前面 已经是用来做了茶艺 和茶室 然后后面那里 就给人来看看 以前这个教会的情形 差不多好像是被游客去参观的情形 都是一样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信徒在撒迪教会都是一样 死的教会 死的信徒是什么意思呢 特别它是针对到 灵性的方面来说的 灵性的方面来说 第一是没有果子的 或者我们可以 掀讨我们自己本身 什么叫没有果子呢 就是对人的灵魂 完全没有负担的 根本不关心人的生命的问题 不肯传福音 也都不理 到底这些人信了主美 我的亲友信了主美 我的邻居信了主美 我的朋友信了主美 我的同学信了主美 同事信了主美 全部都不问 也都不想去知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对人的灵魂 是完全无动于衷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 我们是沉睡着 甚至可能是未出世 撒迪教会当时 就是一个这样的教会 在这个城市里面 无数的人是失负 但是他们竟然对他们 是毫无负担 第二部分 也都可能是指到 他们一个圣洁的生活 有关的东西 沉睡的教会 就是人家看不到 他们的生命里面 是有人爱 喜乐 和平 温柔 良善 节制 忍来 盼望 等等 这些果子 圣灵所极的果子 在这些信徒的身上 全部都找不到 这个就是 我曾经说过 台湾有些人 叫他们的会友 是叫做交友 交友 交就来 不交就不来 这个就是交友 第二 睡觉的交 交友 每次来的都是睡觉 睡觉就走 就是这样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沙迪的教会 就是一些明正言顺的 一些睡觉的教会 或者叫就来 不叫就不来 甚至叫都不来的教会 第三个方面 按明是活 其实是死的 是指到他们 是完全没有生命力 是没有进步 信主20年 20年识了多少圣经 现在都是识了这么多圣经 信了十年 十年前的光景是怎样 现在都是这样 甚至可能比十年前更差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自己都问一问我们自己 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 对圣经的了解 我们是否 比去年有进步 我们是否比五年前有进步 我们是否比十年前有进步 我们以前可能要人喂 我们才明白 但是现在 我们是否 懂得自己去吃干粮 自己去查经 自己去查经 甚至自己拿一本圣经 我们可以和人分享圣经 是否可以 我们以前的生命力又如何 现在又如何 灵性是否真的有进步 还是越来越低落 我们对熟灵的事物 有没有兴趣呢 对罪的敏锐感 是否继续不断 有一种敏锐的感觉 还是已经越来越差 对真理和世俗的分界线 是否越来越模糊 如果我们对真理和世俗的分界线 已经越来越模糊 对罪的敏锐感越来越差 对熟灵的事越来越没有兴趣 灵性的方面 也都好像提不起劲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 我们可能已经陷在 沙迪教会的危机当中 有一个弟兄 几年前是回到香港 刚刚回来的时候 都挺热心的 去参加教会 但慢慢 整整一下就教会都没有去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饮宴太多 开始的时候就被人请 周年纪念 结婚 生日 生孩子 什么呢 甚至升职 都去饮的 但后来人家请他 请得多 他又请回人 所以升职 他就请人 然后生日 又请人 慢慢教祭应酬的时间 就取代了他的团契的机会 取代了祈祷 取代了他崇拜和诸何的机会 去年 我有机会见他的时间 他就想我去介绍一下 有没有医生 我问他 你有什么事呢 肝好像有点硬化 第二 胆固醇 高度很厉害 血压很厉害 然后跟着 还有很多其他的 这样的东西 我听完了之后 差不多整个医生 组都要帮他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吃得多 所以这些 全部都是一些富贵病 又饮酒 又吃 而带来的结果 就是富贵病 然后他见我的时间 他特别 就希望我也为 另一个的朋友 他认识一个朋友 从加拿大回来 回来几年 回来七年左右 大概在两年前开始 医生发现 他有性病 为什么有性病呢 就是因为公司 经常要出差 出差大陆 去上边的时候 人家怎么他又怎么 人家要人陪 他就要人陪 结果陪陪下一个时间 就开始 跟一些妓女 开始发生关系 嫖妓 是因为这样 两年前 就证实 他已经是有了性病 而有了性病 又很害怕去看医生 要透过这一位 的弟兄 问他有没有 一些正的医生 他可以去看 我发觉今天 有很多的人 活在恩典当中 但却是在恩典的里面 是墜落 各位亲爱的听似妹 我们今天实在 是活在恩典当中 我们的信仰受到保障 我们的生活 比起中国大陆 我们比起任何 其他地方都要好 虽然中国大陆 我们叫他做 好像整个国家的人均收入 是高很多 但我告诉大家 当我今次想去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 农村 由头 到尾的生活 是没有改善 今次去到他们当中 一个姓苗的弟兄 他自己有一百畝的地 但一百畝的地 是因为风 是因为雪 是因为寒 因为寒 平均一年的收入 是只有四百元人民币 种不到东西 那些的墨种不到 空的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这块地的本身 基本上是 是生产不到东西 我问他 中国不是说 有一些资助你们去种草 然后给钱的吗 原来现在的种草 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有一些地方种草 特别是一个 就是那个 一些比较好的地方 那个的资助 补贴是非常多的 但是在他那些地方 是根本上没有什么人理的 是因为这样 他们也都得不到 国家的一些补助和资助 去年 他一个子 生出来的时间 是因为四天 就患了老毛移民 所以由那时候开始 整个身体就受到影响 到现在为止 他那个 智商 仍然都维持一岁左右 而且是整个身体 是移动不了的 是要大小便都要父母照顾 不知道为什么 是透过了一些人的介绍 他就被一些 美国的 一个圣徒教会 有些人就去访问他 访问了之后 那边是准备安排一些慈善奉献 来支助这个小鸣仔 但是 一直等到现在 已经过了成年的时间 一个仙都没有收过 那边的钱已经过来了 但是钱就从头到尾 没有落到他们的手里面 本来是要买轮椅的 本来是要买很多其他的东西 给他们的 但是到现在 根本什么都没有 主要的原因在那边 就是因为中间转介的人 一级一级 已经差不多蠶食了 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都鼓励他 有可能的时候 可以反映给美国那边 这个慈善的机构 告诉他们听 他们捐的钱 到现在一个仙都没有落到他们的手 我说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今天的乡下 仍然很多地方是非常贫穷 给大家知道 撒迪教会却不是这样的 撒迪教会是活在恩典当中的 同样在我们今天香港 我们都是活在恩典当中 有个弟兄跟我说 他邀请朋友回教会聚会的时候 他说最难最难邀请的是哪些呢 就是那些比较上富庶一些的 生活的条件比较好的那些 是最难邀请到他们回教会的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太多的活动了 旅行 宴乐 各种不同的应酬等等 已经是取代了他们各方面的生活 是因为这样 他们是没有时间来去花在那些属灵的追求上面 接着第二样东西 撒迪教会是被主宅备得很严重的 就说他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 圣经为什么要说在我神的面前 你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呢 就是因为在世人的面前有可能他是很好人来的 但是在神的面前神说他是一无可取的 因为他搞错了事奉的对象 搞错了动机 搞错了他自己生活里面各种不同的优先罪 有一个弟兄因为经常要接客要访 有很多个访客要招呼 所以他整一下就变成那些聚会都去不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老板就升职了 原来升职的意思呢 就是要他来帮忙 有什么客户在瑞典来 他就去机场接机 在德国来就要接机 原来在美国来就要接机 新加坡来就要接机 接完机后要跟他们吃饭应酬 那我就问他 为什么整天都要你接的呢 公司没有人的吗 他说牧师老板叫到 难道不做什么 原来的升职呢 就是帮老板来去orientate这帮人 他说这些人呢 来到都是礼拜六礼拜日 极少是其他的时间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一到五就要上班 一到礼拜六礼拜日就是应酬 就是要接客 我就跟他说 其实你有没有跟老板反映一下 有没有可能多些人来帮忙做这一件事 但他说老板就看得起他 只要他做 那我跟他说 其实原来老板看得起 不是一个福来的 是一个和 但是你自己可以有一个坚持 这个坚持就是你不行就是不行的 你跟老板说 我看到这个弟兄很为难 因为世上现在真的升职 升了什么呢 就好像老板的左右手 但是世上就忙得很紧要 我也跟他分享了 有一个弟兄 这个弟兄几年前 曾经有一宗生意 是礼拜日早上要跟他签 是一亿二千万的生意 其实这一宗生意的本身 是一般人来说的 是没可能不去的 你一定去 能复到去的 去上海 怎么知道这个弟兄呢 就跟那个公司 跟他通电话的人说 对不起 我礼拜日早上有约会 我去不了 所以除非你改 改辞 你改星期一 我可以去 如果不是的时间 他说这宗生意 我无福销售 你给别人了 谁知道星期日晚的时间 他又收到个电话 他说老板说 生意都会留给你 你星期一上来了 他就好奇地问 你到底是什么约会呢 怎么会一亿二千万的生意 你都没有空来 是什么约会呢 这个弟兄就很坦白 在电话跟他说 我跟耶稣基督有一个约会 我礼拜日之后 我约了耶稣 我要教主一行 我要崇拜 所以我来不到 哇 那个 哇 这么神心的 我没见过这么神心的人 我为这个弟兄来感恩 我同样用这个弟兄的见证 来跟这个朋友来说 他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 实际上这个弟兄本身 虽然他有这个原则 我以前培训的时间 是在他家里的 当时我第一次去他家里的时候 他很清楚知道我第一次去他家里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他家里的环境当时是很差的 厕所还是挖一个洞 还要在户外的厕所 里面呢 就几十人躺在一个厅 全部是没有粮葱 没有头洗 没有私隐的 一块布遮掩半边 然后所有的房子 全部都通了 是这样的 所以培训过整个星期的时间 全部都在这里 而刚刚去那里的时间 我因为去完另一个地方 患了感冒 而我去到那里的时间 我没有了声 而且又吐又吐 上面吃的东西是很喜欢那些生冷的东西的 我吃了一点都吐得不得了 又吐又吐 吃了都是这样 喝水都吐 所以我那次的聚会 他很清楚看到我 我讲半个小时后 就叫他们祈祷 他们一祈祷 我就去祝 我们去了祝 又成功後 又后来祝 你绝对今时又去祝 那次是经过两晚的时间 他们又用刮沙 用用派干枪凝盐 然后吸盐 然后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让那些老泥丸给我吞 做药各样的东西 没有一样赶 用啥而咬 他们开始感到害 Gun 過了兩天都是這樣 他們害怕 最後就叫我去火頭軍的家裡住一晚 剛好的時間 火頭軍是在建築上幫人建屋的 有一個醫生退休在那個地方 找他幫他建屋 他就去找那個退休的醫生 去他家裡幫我看一看 他說是腐霍亂 如果不吊 鹽水 葡萄糖 不休息 我會冒命 是會完全的 脫水 會冒命 最後那一晚 是這樣才把我救回 他很清楚 我帶他們信主的時候 是那個光景 但是一吊完那一晚 我第二天仍然說到 然後下午又回去吊 吊完之後又說 是這樣的 所以他們很清楚 這次他抱著一個我們叫做感恩的心 他就來去招呼我 我很感恩 他肯來 他就是因為做生意的緣故 最近買了40畝地 要建屋 他綁到一個地步 連教會都去不了 我告訴他 做生意也可以屬靈的 上班可以屬靈的 做老闆可以屬靈的 打工也可以屬靈的 做任何事都可以屬靈 但是同樣可以不屬靈 我也告訴他 做牧師也可以很不屬靈 在乎你怎麼做 他就說怎麼做呢 我跟他說 你要按神的心意去做 絕對不能夠枉法 你要守法 絕對不能夠虧待你的員工 我們要對我們的員工 比甚至不信的人更好 第三 絕對要跟足神自己的心意 跟足神的優先罪 跟足法律來做這一切的事 另一方面 我告訴他 合神心意的做生意 是不會犧牲跟神的關係 是不會犧牲跟家裡的關係 也不會犧牲個人身心靈的健康 我給了一個計劃給他 我說在這幾種平衡的裏面 你去做生意的時候 神會負責的 神會恩待的 我就跟他說 我很感恩 他聽完的時候 他跟我說 他真的要悔改 為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經常的血壓 會去到185、95 甚至去到185、100個種的血壓 膽固醇又高 血壓又高 心臟又開始有些問題 我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就跟他說 如果你繼續這樣做生意的時候 你會隨時無命 隨時會離開 完了之後我為他祷告 為他祝福 我希望他能夠 好像薩迪教會一樣 回轉過來 沉睡 親愛的艇姊妹 有很多人 就在一個隱憂的裏面 整經一下之後沉睡 到底我們怎樣可以脫離這些光景呢 聖經告訴我們 有一個方法 第三節 大家找到的時候 我們一起讀一讀第三節 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樣領受 怎樣聽見 又要遵守並要悔改 若不警醒 我必臨到你那裡 如同賊一樣 我幾時臨到 你也決不能知道 弟兄姊妹在這個地方 他給了我們三部曲 第一 回想 他們是怎樣領受 是怎樣聽見的 回想什麼呢 是回想主為他們做了什麼 福音是怎樣給了他們的 福音是怎樣救他們的 福音是怎樣改變他們的家庭 改變他們的人際關係 改變他們身心靈的健康 信了主之後 他要回想他的經歷 當我看回保羅的見證的時候 你見到保羅得救的見證 是多次在聖經出現的 希特行傳的第九章 講到他自己信主 大馬色路上的經歷 然後到22章 再一次來講 26章繼續講 另外加拉太書 他又再一次來講他自己的經歷 哥林多後書12章 同樣去講他自己在主裡的經歷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得救的見證 不只是水禮的時候講的 神是希望我們繼續不斷 不要忘記我們這個人 我想問問 第一節目有多少人信了耶穌之後 你是經歷過 是經歷過 神比你開心了 可否舉手 有多少個 我們感謝神 第二有多少人 經歷過信了耶穌之後 你和人的關係好了 可否舉手 感謝神 有多少人信了耶穌之後 是經歷過 你的人生 開始有方向 有目標 不再需要和人比較 你的自我形象都好了 不再自卑的 憂慮都少了 我請你舉手 我為你們感恩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神提醒我們要繼續不斷回想 第二 不只是回想主為我們做了什麼 也都要回想 合神心意的人 主的僕人在我們的身上做了些什麼 我這次去到的時候 裡面負責的同工跟我說 各位做生意的弟兄 為什麽這次 這麽大的感觸 然後立志去跟從主 主的原因 他記得我們去的時候 是多麽辛苦 為他們傳福音 是帶他們信 他們都很明白 我們去到這個地方 大風大沙 一個星期 我告訴大家 因為你根本沒有私隱 沒有地方給你洗澡 沒有那麼多水給你洗澡 頭沒得洗的 我們這次去的四天 以前是兩個星期都是這樣的 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一完了培訓之後 是急不及待 一去到一個旅館 一個飯店 那一晚最舒服的東西 就是浸在浴缸那裡 浸露泥 初老泥洗頭 洗完之後 那些水是一層白色的 全部鋪滿了那些水 那些是泥 然後再沖幾次 仍然都有那些黑黑的顏色 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 有很多時候我們不明白 原來洗澡是一種幸福 是一種享受 那些地方 我們想一想 我們兩個星期而已 人家整年都沒有機會 是沖一下糧 我們的年輕人去短孫的時候 每晚都要洗澡 沒有洗澡 沒有洗頭就叫救命 但要想一想 人家是經常都沒有 是經常都沒有 難怪在上面 最近流行了一件事 叫做肉場 要付錢的 原來不便宜的 對他們來說是相當貴的 十元雞去一去 有些很落後 很落後的地方 都要五元去浸一浸 所以這是一種上面的文化 因為家裡沒有 你就要去那些地方 第二件事 聖經提醒他們 不單要回想 他們要回到聖經的話語當中 從新立定志向 設計將功課、娛樂、工作、應酬 擺在我們熟靈的追求之上 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要回到聖經的話語 回 第二件事要做的 就是又要遵守 人讀經 不懂解經 是等於沒有讀 解經沒有應用 是等於沒有讀 沒有解 是因為這個緣故啟少錄 一章第三節告訴我們 人的福是什麼 那些凡是讀者書上的語言 聽見又遵守的人 就有福 是要三重的 又要讀 又要聽 又要遵守 這個才叫做有福 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今天也是一樣 是需要去遵守 第三個方面 不單要遵守 聖經提醒我們還要悔改 悔改就是心思意念的改變 就是將我們裏面的人生觀 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的道德觀 全部都能改變 不再跟世界的標準 不再跟我們自己的標準 然後回到主角裏面 跟他的標準 如果不是的時候 聖經說 我必臨到你那裡 如同賊一樣 弟兄姐妹 賊臨到我們 是怎麼臨的 是怎麼臨到我們的 有人知道嗎 那個賊去光顧人是怎麼光顧的 會不會打個電話給你 五分鐘我就來了 會不會呢 你小心啊 會不會呢 不會的 就好像弟兄過關的時候這樣 不需要他告訴你 他突然想想想的時候 哎呀 記得了 有人故意走過來 掉了些東西都在他前面 他還想幫他撿 還要撿 一彎下腰想撿 可能就是那個時候 好東西都不行 所以你們想去的時候 溫馨的提示 小心 雖然有很多人 真的很可憐的 抱著個小孩 一大一大堆那些 然後撞一撞你 你那裡一跌一跌 然後跟著他那些跌 他就去幫你撿 然後你又很忙 想幫他撿 我告訴大家 那些混亂時刻 那一刻呢 是最容易被人趁空移入的時刻 第二呢 就是你睡到已經不知醒了 蓋著頭來睡覺的時刻 也是那些最容易上當的時刻 我想問問大家 有些人 在最近 這個過年期間 都不是很想起床 本來是回到早堂 現在回到中堂 有沒有啊 可不可以舉手啊 我記得早堂少了很多人 舉高一點好不好 OK 我想五堂那些可能更多些舉手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需要警醒 不只是肉體的睡覺 靈更加要警醒 否則的時間 神就會像賊一樣淋到我們 是什麼意思呢 就會令我們受到審判 會令我們受到一些損失和災難 第四個方面 神也都給他們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勉勵 就是那些睡醒不醉落的人 他們會有賞賜的 第四至第五節 我們一起讀 然而再殺的 你還有幾名 是未曾污毀自己衣服的 他們要穿白衣與我同行 因為他們是配得過的 凡得性的 必要這樣穿白衣 我日必不從生命冊上 屠沒他的命 且要在我父的面前 和我父眾事者面前 認他的命 對著那些潔身至愛的人 神告訴他們 他們要穿白衣與主同行 白衣代表什麼呢 白衣是代表第一 得性的記號 耶稣基督再回來的時間 聖了有聖 他要騎白馬 也都要穿結白的衣裳 第二 白衣是那些出席羔羊的 賢席的禮服 在基督的賢席上面 信徒會穿那些結白的細麻布 來與主一起的坐席 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身穿白衣 即是表示有得喝 我們去出席羔羊的婚言 是與他一起在那個地方 來結合 一起在那個地方享受 這一種的喜樂 第三 潔淨聖結和復活的形體 都是用潔白來形容的 任何復活了的形體 潔淨聖結的形體 都是用潔白的衣服來形容的 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當我們有機會穿白衣的時候 就表明到我們的生命已經復活了 我們實實在在 一切的罪已經被主潔淨了 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漂亮的雪 這幾天裡面在上面最大的領袖 就是聖經說 神必使我們 血逃沒 然後結白如雪 上到去的時候 我叫我女兒去拍了一些照片 就是我拿著那些雪白的雪 那種的照片 哇 原來真的白得這麼厲害 非常的白 完全沒有任何的玷污 沒有任何的杂質在裡面 那種的白 看到聖經那種的結白 我還會明白 將來我們都會是這樣 接著第二 神說 他必不在生命擦槍 逃沒他們的命 不信的人 不會有他們的命在生命擦槍 而信了的人 難道就會逃沒什麼這樣 各位親愛的弟姐妹 到底逃沒他的命 是什麼意思呢 不是一定等於 是令到他們沒有了永生的 原來生命擦槍 不只是記載我們是有永生那麼簡單的 生命擦槍也都包括到什麼 是我們在主裡面 將來要得的賞賜 掌賞 啟少錄說 那些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認識了自己的勞苦 而作供的果效都會隨著他們 是怎麼隨法呢 神會記錄在將 我們任何人為主的命 服侍了任何有需要的人 這種的愛會記錄在將 為主的命 我們全福音大人信主會記錄在將 為主的命 我們奉獻會記錄在將 我們的愛會記錄在將 我們聖結的生活 精結的品行會記錄在將 另一方面 生命擦也都同樣會記錄在千禧年的國度 信徒要與它同作王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就是曾經兩段的聖經 給大家知道一下 《春埃及記》三十二章三十二節 以及詩篇六十九篇的二十八節 其實講到這個生命策略上 都不是指著永生來說的 摩西看見到 當他拿了這個法版的時候 下到來 看到那些意思的人在拜金牛毒 非常難過 然後神就告訴他們 神要審判他們 是令到他們當中有人要死亡 摩西在那個時候 他就求神 神啊 求你不要將這些的懲罰 加在他們的身上 一直在求求求求 他甚至說 倘若不言 你將我的名字 在生命策上 是甚麼意思呢 是摩西甚至願意將他的名字拿走 是甚麼意思呢 不是等於將他的永生拿走 我告訴大家 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可能 是將入加南裏面的弟兄姊妹的名字拿走 他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可能 我自己本身是覺得更加有可能的 就是千禧年與主同作王 這一方面的賞賜、福分來講 摩西說 我寧願少一點賞賜 你給我這一班的弟兄姊妹 不用受到這個懲罰 親愛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們自己是睡醒 警醒不墮落的時候 神會將我們一切這些的生命 這些的經歷 聖結的生命 精結的生命 和得上的生命 全部都記在這裡 將來他會輪功行上 在基督台前會給我們 第三 聖經甚至說 他就必在父的面前 甚至在父眾事者的面前 認他的名 認他的名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肯定的宣告 這些人是得救且要得上 甚至我們可以說 認他的名 就是在這麼多人的場合裡 公開來去清賞這些人 公開來呼喊這些人 我絕對相信 這是一個無比的榮耀 親愛的弟兄姊妹 這個書信似乎 是針對薩迪教會來講的 但我很想大家看看第六節 一起讀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犯有異的就應當停 有幾個人有異的 可不可以舉手 即是說是給我們每一個人聽的 犯有異的就應當停 我們今天香港的情形 和殺敵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我們希望我們的教會 是不會像殺敵教會的光景一樣 我們希望我們繼續不斷 在接下來這一年的裡面 是更上一層樓 對人的靈魂更加有負擔 對神的話語是更加的渴望 如果你說諸學已經上來上去 上過了 下書也上過了兩次了 然後蓋攬 難道上完就蓋 蓋完又攬 攬完又蓋 蓋完又攬什麼 那些全部都上過 那怎麼辦呢 我鼓勵 如果弟兄姊妹 你發覺到這些已經上過了 你可以考慮一下 參與一些侍奉 戴茶經的侍奉 教育和主教的侍奉 如果你說 我們剛剛已經準備退休 更加好 我們的長青團 是需要更多 精壯一點的弟兄姊妹 剛剛出來的弟兄姊妹 加入行列 來參與一些帶組的侍奉 我們很需要 在你付出的時候 我絕對相信 你自動自覺 你會覺得 你是不夠 當你自動自覺 覺得自己不夠的時候 你會上聖經學院 你會繼續在神學裡面 裝備你自己 你會繼續看更多屬靈的書籍 神學的書籍 一些比較硬的書籍 以致你在預備帶茶經 預備自己和別人分享的時候 你不會有一種捉襟見肘 好像沒有話說的感覺 各位弟兄姊妹 現在這個世界到處都有需要 這次上去的時候 我自己本身比較上 一方面為他們感到擔心 是因為他們被抄家的緣故 所有以前 我們拿給他們 那些三寶 那些書籍 每日與主同行 聖靈論 《基督論》 《末世論》 《救恩論》 所有這些的書 全部都被人抄掉 而他們抄的時間 那些公安都會叫那些三字的教會 去看那些書 他們跟我說 那些人看到的時候 一大棟一大棟的書 抄了一些 他們就說 好書 這是好書 好書 應該給這些人才對 不是 原來好書 不是給他們 好書 就是這些教會的領袖 就拿走了 就他們用 雖然我自己本身 我就開心 就是他們當這些是好書 拿到他們的教會用 都比被人燒掉 但另一方面擔心的 就是這個教會 這麼多這麼多人 所以萬計的人 是因為這些領袖 這些書都沒有了 在供應上 他們就沒有辦法 能夠供應到 所以這次我們帶上去的那些講義 他們好像自保一樣 他們會很快 就會用這些材料 繼續來排給 訓練 所以因為這樣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真的活在福中 他們是要有一些材料都很難找到 但我們有很多這些機會 我願望我們都珍惜這些機會 珍惜我們所學過的東西 我更加盼望將來 你有機會上去的時候 你見到有人 你都可以跟他們傳 我告訴大家 當他們拿到一本小書 拿到一本小冊子 拿到一本 你甚至說 看完又看 看完又看 你都覺得會送給人的 那些書 對他們來說 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自保 我希望大家 不要浪費這些機會 我們低頭做個禱告 我想問問在座中 有多少人 天冷的期間 不太想起床 寧願犧牲一些靈修的時間 都會睡得很晚 有這些現象 可不可以請你舉手 OK 第二我想問問 有多少個弟兄姊妹 經過這麼多年的團契各方面 你整整一下的時候 對團契的參與少了 我請你舉手 對主一學的參與少了 上主一學少了 我請你舉手 對奉獻的參與都少了 可不可以舉手 而另一方面 向人分享見證傳福音 都少了的 我請你舉手 我想問一問 有多少個弟兄姊妹 你願意 新的一年開始 你會好像神對這些 得想的殺敵的信徒一樣 回想 遵守 悔改 重新的振作 以至到周圍的人 因為你的緣故 能夠得到福音 我請你舉手 請放下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希望我們 緊緊記得 神給我們的應許 得勝的 一定有白衣 賜給他們 神不會 在生命策上 逃抹他們的賞賜 他們的命 而且神要公開 認他們 主啊 我深信 你知道我們的心 你也看到我們的手 我們當中 任何的軟弱 你知道 我們既然有願意的心 求你就加能力給我們 叫我們能夠行道出來 奉靠耶穌基督的命求 阿們